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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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PLS 046573507026404800 点视频 战报国安 6-3华夏都半城冠军所有代帽比埃拉二球 时长约2分9秒 特约记者张腾北京报道 6-3大赏华夏幸福 国安季20133季 逐场6比0大胜负力之后 再次取得单场攻入六球的大比分胜利 借此大截 国安出乎意料地成为半城冠军 9剩5平1负极32分 创下队使得半城最佳成绩 此前 国安只夺得过一次半城冠军 那就是2009三季 那一年 国安如愿捧起火神杯 这一次 国安能够再度如愿吗 尽管最近势头凶猛 国安将帅还是刻意保持冷静 施密特在赛后把部会上表示 我们还有15场比赛要踢 球队还要主演未来 我们要扮演的是连赛挑战者的角色 到现在为止 这一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我不会因为扮成冠军 基于队员们太大压力 每一场踢完 我们都会着眼下一场 我们只有把精力全部放在下一场 才能一场一场踢下去 国安队员们也并没有挑挑然 他们非常清楚未来赛程的艰苦 赛后 张希哲攒原品的调侃 拿到保级分数了 5日 国安将在主场迎战目前排名第二的鲁能 这被是为赛季天王杀对决之一 对于冲冠走势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赛季 国安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 就是首轮0比3不敌鲁能 那一战 施密特采取冲击式打法 并没有启用比埃拉 吃中国等新球员 首轮惨败后 国安迅速切换未传控模式 战术和踢法完全改变的同时 迅速找到正确的轨道 应该说 第一轮并不是两队实力的真实写照 国安全队也期待着 能够在8月5日 这一场重新证明自己 第一轮比赛 没有提出我们的真实水平 如今 当我们重新找到正确的轨道 再次预见鲁能 或许会是不一样的结果 奥古斯托在和记者的交流中表示 但稍微不逆国安的是 将他下一轮因为累计四张黄牌停赛 同时 主力组后卫里累伤十未遇 能否赶上对战鲁能一战也是未知数 加上左边后卫刘欢仍在伤病之中 国安队在边后卫位置上遇到人黄 目前 队中只有两名边后卫金太炎和正一名可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不知施密特如何应对鲁能犀利的编度进攻 尽管受制于U23政策 施密特的坏人一度被求迷质疑 但事实上 德国人在过去几场比赛的针对性调整 都是颇无见成效 足鞋杯对镇上岗 果断变阵三后卫 帮助国安控制驻中场并最终晋级 交手华夏幸福 在江涛出现伤病后 施密特果断换上余扬 再次变进三后卫 加强中路防守的同时 也稳定足球队局面 如今的国安 已经可以在四后卫和三后卫的体系中切换 这也为下一轮对镇鲁能的防守应对做好预备 值得一提的是 下轮对镇鲁能的比赛上坐绿 很可能会创造新纪录 等到周末 或许会出现一跳难球的状态 届时 重新调整之后的国安 也要结晶鲁日战的表现 检验自己冲击亚冠名额甚至真观的橙色